一条纵横7.8公里的城市中轴,一座千年古都的灵魂与脊梁,从建筑艺术到人文历史,发现北京中轴县的智慧。 北京,有着三千年建城市,八百年建都市,是全球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 在这座古都中,有一条独一无二的城市中轴线,它自城南的永定门城楼,正阳门,天安门,故宫,到城北的中楼, 笔直纵横7.8公里,串联起了明清北京城众多的宫、楼、月、坛、庙和胡同街巷。 中国建筑大师梁思成赞美这条中轴线,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 那北京中轴线是东方的这样的一个都城的一个模式,它是东方理想都城秩序的一个杰出范围。 自七百多年前,元大都建成之后,无论北京城市的结构如何变化,一条贯穿南北笔直的城市轴线始终存在。 1900年,一名法国军官首次用热气球在空中拍摄的十二张影像,成为了北京城有史以来最早的航拍。 人们不但在空中秒看了京城的全景,也第一次看见了这条清晰的国之轴线。 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的这些物质的非物质的价值都非常大。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一种思想和理念,向世界传递了中正和谐的思想。 已经有很久远的历史,但是对每个市民来说可能认识的原来没有那么清晰。 那么现在我觉得大家会更清晰的把这条线连起来,这是一条金线。 这条线其实通向了每一个北京市民的内心,通向了每一个北京市民心灵中间对北京的这种挚爱。 通过深移让每个市民都感受到这个城市通过这条金线穿起来的这个美好的空间的感觉。 让你每个参与到这个城市生活的人里面都会感受到他的力量,这个城市的恢弘,这个城市的美好。 2011年,北京中轴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工程正式启动。 历经时代变迁,中轴县已经成为了体现北京古都风暴的重要标识。 历经时代变迁,中轴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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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